继续回到主编点新闻 继续回到主编点新闻 你好我是Fish真一 我是尤全 那来到了第二则新闻呢 我们就来聊一聊跟Jakim有关的新闻 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Jakim正在考虑 要求不提供猪肉或者酒精的餐馆和食品公司呢 强制要获得清真认证的提案 也就是好了 根据网媒今日自由大马报道 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纳因穆达 昨天在2024年家庭法国际论坛的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 餐馆或者是食品公司业者目前可以自愿申请清真认证 他说现阶段并没有法律要求餐厅或者是食品工作业者 一定要获得这个哈拉斯 一定要获得清真的认证 如果强制所有的餐厅必须要获得清真认证的话 那需要修改几项法令或者几项法律 很多机构也能够参与落实这件事情 所以这则新闻今天一发出来的时候 其实YouTube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其实他的新闻 像刚才我们在这个脸书上面聊的 就是说他其实并不是今天所发出来的 之前这个所谓的Jakim 他去揭露有许多其实看似 他没有售卖这个猪肉酒精 看似好像是属于清真的这个所谓的餐厅 其实他是有一些可以可疑的地方之处的 这一点我觉得其实我们最关注的一点 目前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观察到 有很多的餐厅他其实他没有清真认证 但是他有注明他是不卖猪肉 他也没有酒精 这样子一种生意 其实很多其实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东主 他可能也并不是穆斯林 但是他的这个市场是开放的 是各族都可以来这个用餐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其实大家都非常乐融融 那些穆斯林的这个朋友们 如果他是非常的有非常坚定的宗教信念 可能不能不能说 或者他的宗教信念是属于那种 他对一些形式非常注重的话 没有人强逼他去 而且在马来西亚尤其在某些搜索的话 那些有非常清真的那些餐厅是非常的多的 这个选择 但是有一些如果他想要去那些 可能比较不同的食物 包括这个西餐等等的话 他就有这样的一个选项 所以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Jakim可能他有一种看法 是认为这些餐厅本身 他虽然没有用猪肉 但是他的整个这些 包括他肉类的来源等等 这个Jakim的认证其实是非常严格的 你宰杀这个所谓的鸡 都必须要符合这个伊斯兰的程序 他才能够算是一个清真的食物 这一点当然我们不是穆斯林 我们不要去评价 到底这样子一种 这样子一种说法 到底是不是来自这个宗教的这个经典 还是来自于一些诠释 但是他的后果就是在于 他会对业者造成一种相当大的困扰 我有听过一些业者 他之前有申请 这个所谓的清真认证 他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繁杂的 而且他们可能每隔一段时间认证 认证不可能是一次给你 就永远都能够用 他就不断的要去可能来要求 甚至他应该会有这个权利来做突击检查 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刚才卡通拉举举你说的就非常的对 他确实是会造成商家一个额外的一种成本 这个我觉得是相当不公平的 毕竟我觉得其实宗教虽然是在我国相当大的人口当中 占他们生活相当大的一部分 但是他是否应该贯彻到这么的严密 使到所有的餐厅业者都要受到影响呢 这个我觉得可能 我是真的非常的希望 这个所谓的建议只是停留在建议 而不会成为一种真正的所谓的落实 这一点当然他的挑战是在于呢 我觉得其实目前的团结政府跟这个在野的这个国盟 他们都在伊斯兰化保守化方面 其实存在一种竞争的状况 倒是希望其实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团结政府他责任更大 他应该可以在比较巧妙的方式呢 去把这个建议加以可能重新考虑 或者是说从长计议 或者是征选相关的这个所谓的可能学者 才来做下一步的行动 拖延到一些可能往后大家没有这样注意的时间吧 我觉得其实这个应该非常巧妙的处理 但是以一个非常批判的角度 尤其我们非穆斯林去面对的话呢 他也有他一个风险 关于这个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看 纳英其实就呼吁说穆斯林社群 应该要通过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提供的平台 比如说Hala Malaysia Portal 积极的去核实餐馆的清真地位 他说消费只要提高意识 才能有助于向餐厅业者去施压 确保业者获得清真认证 那像刚刚呢 就是优权说到的 关于到会不会有侵犯到非穆斯林的这个部分呢 马华副总会长黄志申 也有出来批评政府持续的推出宗教化的政策 他说这已经侵犯了非穆斯林的自由和基本权益了 他就担心 一旦政府强制所有这些没有售卖猪肉 或者是酒精饮品的餐厅 需要申请清真认证的话 这样的政策明显侵犯了宪法赋予的宗教自由 那这则新闻呢 我相信接下来它还会持续滚动 那接下来应该也会有更多的人出来回应 那我们更希望说团阶政府能够真正的出来给予大家一个直面的或者是正面的回复了 Georgia City Plus 我们接下来再来 等一下回来跟大家聊聊第三则的焦点新闻吧 OK那我们回来聊一聊刚才的部分呢 其实刚才就是有提到一个点 就是说对于商家来讲 它可能会增加一些成本负担 但关于刚刚我们最后提到的就是 它可能已经侵犯到了非穆斯林的自由 还有基本权益 甚至是有违宪这种情况 其实真的有吗 我觉得这样子提出的时候呢 确实穆斯林社群它肯定会去反驳的 因为它认为其实这个商家本身 如果他开门让穆斯林进来的话呢 你就应该让他有这个安心 并不会不小心的吃到一些会使到他们 他的宗教信仰方面受到一些影响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反而会站在这种角度来看待 而穆斯林本身他会提出 他并不是强制所有的餐厅 反而那些可能有卖酒 卖猪肉的非穆斯林就比较喜欢去 你们的权利并没有受影响 但是我觉得回到一个点 我觉得其实我们回到一个现实 从商业的角度来说 在马来西亚如果专只是做单一族群的生意的话 你的市场就很小 当然也有这么做 的确因为他们可能认为他们的这个市场定位 获得某个族群的 其实做生意来说 其实他总没有一个镜头的 你不可能占完所有的生意 如果你专注点在华人 当然是可行 但是这种餐饮业呢 我其实个人观察 我们的友族相当舍得 去一些比较价格比较高的这些地方去消费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然那种非常非常高级的没问题 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资源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人力甚至有一个管理机构 来去获得这个所谓的清真认证 但是属于中小型企业呢 这个所谓的单一的这种小餐厅 创业过后他做的是所谓的西餐啊 或者是我们现在很多那种fusion 这样子一种餐厅 都要去用这种所谓的清真认证来增加 他们的营业成本的话呢 我觉得就对他们非常的不公平 但是这个不公平你能够很 很直接的说出来吗 他们还是回到一点啊 你要做我们的生意 这个所谓的伊斯兰 穆斯林他会这么说 你要做我们的生意 为什么你就不能够让我们更安心 我们回来聊聊第三者新闻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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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